权益问答 那你摆昏食的时候他不吃呀 蔬食的人不吃呀 你比方说你同样是一个饭店里面 可以做昏食可以做蔬食的呀 弄几座蔬食弄几座昏食又搞不清楚的了 问题是很不要老公不要蔬食 老婆就要蔬食 两公婆为了这个事情 炒到天翻地乱 很简单 我说找个饭店里边 你有多少做蔬食多少做昏食 分开就好了嘛 一起吃嘛好了 问题是先生不要啊 先生讲全部我要煮昏的 先生不要是吧 那你就那你就 你看看老婆自己的观观点啦 对不对啊 你要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做两场了 一场叫他做昏食一场做蔬食了 这样啊 那有什么办法了 总比吵架好啊 这样就叫他听录音就好了了 对啊 你跟他说比方说老公说我要全部婚食好那婚食弄个十桌 那么老婆再做再做一次做素食弄个十桌 那么本来是二十桌的 那么一人分十桌不就得了吗 哦 这样啊 这样我就要听录音了 不要给他们吵架 不要吵 结婚这事情吵架那里好 啊对啊对 OK